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燒 造成许多跨国的交流为之中断 而对于许多新创来说 更面临募资的困难 以及供应链部署的挑战 我们在中国想要就是 acquire一些土地 然后去扩张我们的制造厂 在黑龙江这边 那目前资金是到位 但是由于就整个logistics 完全无法进行 所以我们的这个也延宕 就是很多的expo 它基本上都取消了 因为很多 这边很多参加人都是亚洲来的 那他们可能因为 病情的关系没办法过来 或什么的 所以都取消了 我在日本的一些会议 都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就丧失了很多的 比如说募资 跟一些revenue的一些机会 那对于新创 资源比较少的情况下 可能一个没有做好 可能公司就会挂掉了 事实上美洲贸易战 本已使新创募资的难度升高 再加上去年 戏谷几只独角兽表现不佳 因此创投目前呈现不乐观的气氛 Softbank 因为最近很多他们投资战也都是 被投资的公司都也是表现得不太好 所以整个VC整个 其实看起来不太乐观 以前的话你可能不需要有revenue 也可以募到一些很多钱 但现在的话他们可能 至少一定要有几百k以上 或者是几个million以上的revenue 他们才会考虑投资你 回顾2003年04年的SARS 对民营公司的投资分别缩减了27%和29% 但到了2004年5月没有新案例后 第三季开始投资动能才上升 虽然这支病毒难控 对整体的经济冲击难以预估 但也有专家认为危机就是转机 现在以台湾这边其实有一些当地的创业家 其实应变得非常的快 那不管是台湾本来就非常领先的open source方面 其实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年轻的创业家 开始甚至比如说口罩地图啊 口罩的vending machines等等这方面的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 future of work remote工作 remote学习这方面 我觉得一个leaders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反而是有机会可以去激发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 在矽谷的采访报道